在满场的欢呼声中登台 被誉为最挺台的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欧在访台 参加有复合会主办的新书主题演讲 会中他再次呼吁 此刻是美国应该承认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时刻 independent sovereign free nation is true he is the only formal US secretary specifically for the Taiwan in his view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ure immediately to recognize Taiwan as the free and 2018年出任川普政府国务卿的蓬佩欧 是主导美中对抗政策路线的关键人物 多次公开批判中国发声力挺台湾 近年来台美关系大幅提升 蓬佩欧的角色功不可没 但他也透露近来听到台湾友谊美论 让他很伤心 蓬佩欧再次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放弃盟友 而被问到总统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 提到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被蓝营批评 这番话恐怕将造成台海紧张 让蓬佩欧颇不以为然 这场新书座谈会现场座无虚席 联电创办人曹新成 前无认所大使杨黄美信 明讲立委陈冠廷都来了 蓬佩欧不只表态力挺赖清德的论述 更强调台美间应该持续合作 攜手维护台海区域和平稳定 民事新闻林静忠的名言森区小组 台北部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订阅民事新闻网